节目最后是我们的戴红西发栏目 请各位来点评 最近一个星期的一些没上头条 但是发人深省的新闻 首先请刘皮先生来点评一下 好的 再不到两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这个习近平下了个指示 为了杜绝官场歪风 严禁公务员用公款送月饼和节礼 各国的媒体非常多的分析 其中有一个特别让我们觉得 这个比较差异的 是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媒体 他们非常差异 他们没有想到原来月饼盒里面 装的不只是月饼 然后那个这个香港的媒体 写的更白 他说为什么不准送月饼呢 因为月饼盒里面装的是现金 装的是名表 装的是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事情 现在不准送月饼 那以后端午节是不是就不肯送粽子 然后人家过生日的时候 不能送卡片 卡片里面可以夹什么样的 这个超值信用卡 那么还有呢 就是有这些人把这个美女 送给高官的时候 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礼物呢 所以是用心良苦 希望能够遏止歪风 但是恐怕根本的这个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的 好建立 我讲的这个故事 和中国的腐败也有关系 这个肖乡城报 登了这么一则消息 就是说在湖南的天峰县 就是PS这个官员的验照 勒索官员已经成了一个地下产业 但是呢 从2011年7月开始 有三个人 他呢给这个香港和澳门的官员 发这个PS的验照 他认为这个香港和澳门 应该更有钱一些 一共发了105封信 发了验照 香港88封 这个 103 那个澳门15封 三年呢 两年多 一直都没有得手 最近被抓获了 我说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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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的人呢 不明白 虽然 这个 香港 还有澳门的 留下的法治基础啊 被一国两制的破坏得差不多了 这个中国的恶制政治文化也清晰的差不多 有些官员开始腐败 但是还没有到中国这种程度 所以他要等两三年再做就好了 所以太前瞻了 这个做得太早 高文贤先生 最近呢 广东湖南福建 那么连续发生这个葛大米事件 那么弄得人心惶惶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呢 早已经成为这个严重的危机这个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权 那么 人大的主管 这个环保立法的官员 翟某人呢 他 他对此这么样的评论 他说呢 西方呢 是用这个环保污染的问题来给中国施压 那么来阻止中国的发展 来肢解中国 这个 因此呢 环保呢 这个不能过度 他还讲出这么一句话来 中国人 这个 吃这个 葛大米已经吃了这么多年 但是中国人的寿命还在增着 哎呀 这个 一个 一个政府的这个官员 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 竟然讲出如此雷人之语啊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 好 这里面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 就是他不吃这个葛大米 他有特供 第二的话呢 他是葛大米呢 吃多了 脑子出了问题了 好 谢谢您高文静先生 接下来再请陈凡宫先生的点评 最近那个 北京和香港的互相呛声 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接见香港的所谓的纪律部队 表明在香港要这个反对这个 普选反占领中环 那个不惜维稳 强力维稳 那么香港的市民呢 就在台湾打广告 要台湾吸取香港的教训 不要不厚诚 结果中共呢 环球时报呢 就讽刺 说香港的反对派啊 太幼稚 结果就大家是大家联想到啊 就是自从江泽民说 骂这个香港的记者 太幼稚太天真之后啊 中国政府用太幼稚 来说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你说要这个公布官员财产 他说你太幼稚 你说要这个新闻要讲真相 他太幼稚 你说那个人民大会堂里要有人名 他说你太幼稚 然后你说那个刘翔在奥运会上是假甩 他也说太幼稚 所以说中国难怪有这么一首歌 就讲你别 劝你别太幼稚 这首歌词有这么几句 说别太幼稚 以为我还在傻傻地等你 这个其实呢 世界上不止有理 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好 谢谢各位的精彩的点评